性格都特别的直率 难产 对吧 对他的孩子 出生的时候是先出头 然后我出生的时候 是先出的脚 所以说出生了以后 窒息了十多分钟 家里源于条件不好 去不了医院 只能在家里 请来的接生婆 给我接生下来的 抢救了十多分钟 后来慢慢才苏醒了过来 在我出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体重只有不到三斤层 然后在我八个月的时候 父母就发现我第一次骨折 因为那个时候 八个月已经会坐着了 然后坐着 妈妈就把我放在床上 那一刻我自己没坐好 然后直接倒了 倒了就把胳膊压断了 那是第一次骨折 成骨不全吗 对 成骨不全症 有的时候咳嗽一下 骨头都会断 对 是的 我记得我最严重的一次 我打了个喷嚏 肋骨骨折了两根 这是最严重的一次骨折 那你们家是谁来照顾你啊 从我八个月到十六岁 就身体骨折过无数次 每次骨折我痛得 在床上哭 我的父母心疼得在一边 只能流眼泪 看着我没有办法 因为这样的身体嘛 没有能上过一天学 在我八岁的年 我妈妈生下了我的妹妹 然后在妹妹出生以后呢 我妈妈把我托回给了爷爷 我爷爷来照顾我的吃穿住行 会从小因为自己的这个病症 感觉到内心很自卑吗 是的 从我小的那个时候 没有像现在网络那么发达 能和外界 而是 我妈妈妈说 我妈妈妈 我妈妈妈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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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我特别好 觉得比我怎么样 比您的话肯定还是差一点的 但是从我心中它是最帅的 好 我心里平衡多了 谢谢 你不是帅的最低标准 你太谦虚了